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天苏丹宏 这是一个蔡政府里面 让人家到胃口的一个新闻 因为他们还在应称到现在 这个政府不要脸到几点 陈建仁还领这种高薪 真是羞羞脸 这种人怎么每天自己催什么是圣战士 什么美国的A.N.赫普金斯的医学博士 然后说什么是中原历史 丢脸 根本没有心情在做事啊 而且没有什么专业 那种专业都是骗人了 我讲 讲这个其实有时候你觉得 小董你干嘛骂人骂那么凶 啊你碰到这种鬼混 而且每天在推诿前人 脑袋充满了政治的人 他怎么做事啊 各位我讲这个喔 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生气 生气就是生气在这里 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其它是一个常识啊 我讲这个常识喔 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有多高深的知识 而是我们自己会去看所有相关的新闻 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 林淑芬 新北市选出来的 对不对 这个民进党立委啊 他今天在脸书po啊 他说这些业者 他只是用上网的方式去查喔 找他助理这样查一查 他就发现了一堆问题啊 他说这个石藥署长根本不试任嘛 他很早就不试任大家都很清楚 疫情期间大家都很清楚 他怎么去包庇高端嘛 可是因为上级 觉得说你包庇的好啊 让很多人都赚了大钱啊 高端销毁多少 高端到现在还没有经过三级的认证 对不对 都没有 全世界唯一一家 这样的疫苗公司 然后他的产品 全世界只有台湾自己买 没有人买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石藥署长 他就是上面最宠爱的人 现在出了包了 因为你要看 我等一下为什么要骂陈建仁 这是一个不要脸的内阁啊 里面一堆垃圾 每天他们用意识形态 还有他们掌握 我把人家90%的媒体在那边操作啊 林淑芬捡起 他说我们前面知道说 这两家怎么在同一个地点 那我这家被查到了 我就换另外一家继续 印同样的苏丹宏来 那各位觉得苏丹宏危险在哪里 苏丹宏是工业的东西 拿来做食品 因为他颜色好看 各位懂吧 工业的东西可以拿来做食品吗 当然不行 每个人都知道啊 那你说因为以前没有发现 以前怎么没发现 七年五月我们在边境就开始查了 后来有些偷偷跑进来 我们 我给各位完整书记喔 我们边境查了跟 到下游被我们地方的卫生机查获了 已经总共15件了啦 在这个事情爆发之前 已经查获15件 那你食药署怎么会没有警截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等一下讲喔 大家可以看到了 先看林淑文这个脸书啊 林淑文说 他查一下 发现根本不止啊 他说我们喔 发现了 我们本来 以为了这两家公司啊 叫做金建啊 金金有味的金 然后客栈的栈 金栈啊 然后还有家广 金栈喔 然后还有家广 一代家人的家 广东的广啊 他说我们也以为这两家是在同一个公司 觉得不可思议啊 后来他查了一下 发现 有九家 九家在同一个住址 一个公司 一个办公室 但是 申请九家是为什么 你查到这一家 你把他退回去 他用另外一家再进来 你再退回去 这样就会有漏网之疑 各位懂不懂 因为你就查到了嘛 你就让他进来了嘛 那他一发现这个利润太高了 所以林淑文讲啊 她 她说她结的实在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她说譬如喔 她今天是3月8号户女节 对不对 3月7号 她说她昨天找住旅游 她们自己上去 还在MOMO 还在卖 各位 MOMO在卖的是什么 有一家叫初衣食物啊 初就是 初衣 衣服的衣 食物的食 人字旁12345 各位都可以上网 我讲这么详细 就是说你可以上网去查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政府都可恶 都可耻 都不要脸 蔡英文跟她那些走狗爪牙们 每个人吃得满脑肥肠 不做事啊 一个立委 她只要凭网路上去查一查 她就查出来了 好 那林淑文说啊 食药署告诉我们说 她们喔 7年喔 7年的12月11号 她们就 开始百分之百的去查查 所以表示说 你看我百分之百 你边境要进来我百分之百查查 那 其实这个事情 她们从7年 她们就有耳闻啊 对不对 但是啊 大家可以看到 她一个月钱啊 她们还去 发现了 仍然有四五万公斤进来 这林淑文查到了 然后喔 她说这家公司喔 在中国大陆 她们把中国大陆工业用的东西拿到台湾来啊 所以很多人骂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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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自由食堡那时候 诶 诶 你看就是中国又进来了什么 好像中国大陆专门进来就是读的东西 它是工业在用的啊 那你到台湾这边把它拿来做食品再用 啊 这个和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和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 我请教你一下 那 那 那是你哪去做 不是他原来的用途啊 那作为食品当然因为吃到肚子是重中之重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为什么很瞧不起台湾很多媒体就这样 他们都在替民进党政府来掩饰啊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人家是做工业用啊 你台湾把它买进来 那去买进来那个人是谁 台湾人 他在大陆开一家公司啊 这边这家公司叫做隆海同济 各位朋友 我今天讲的东西很重要 啊你听了可能第一遍不一定很懂 没关系 啊我会告诉你 你怎么去查 因为我们听新闻有时候 自己再去查这些资料 那种成就感不一样 而且永远记在脑子里面 大家说小董你 我你脑袋不得了 你记住这个记住那个 不是 因为我做功课啊 我很多东西自己去找 找了以后你自己找出来东西 你会不会印象深刻 当然印象自己找出来 自己把它写下来的 哇印象很深刻 因为你会觉得说这是我爬书到的嘛 所以我今天讲的东西很重要 在这里 那我跟各位讲 大陆这家公司叫隆海同济 今年是隆年对不对 海上的海 大同的同日记的济 那叫隆海同济啊 那这家在什么时候开呢 根据中国大陆的网站 他在1997年 在中国大陆申请成立 那他成立这家公司 是做什么公司啊 叫做制造加工 他不是食品喔 制造加工的公司 叫做隆海同济 那他在台湾开一家同名 的公司啊 就是在我讲的 这九家里面的一家 老板 跟大陆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人啊 那这同一个负责人 然后他又 上面又开了八家 这八家 其实就是 你如果查获了我 你对我就会有警觉 对不对 那我就换另外一家的题目 然后又去申请 申请要从大陆又进来 又被你查获我再用一家 我有九家啊 各位 厉害吧 民进党就九家 过去汪汪威 我还会带过我的班 大家印象吧 他那时候在查那些历人啊 发现只要天自备的 天什么天什么 有一家还叫天棚啊 一个竹字旁在一个 相逢的逢 叫天棚 你知道天棚是什么吗 天棚是猪八戒啊 他在开政府玩笑 大家喔 好啊这名字起得好 猪八戒叫天棚元帅啊 你到外面去吃饭 有时候他们会开玩笑 天棚真主什么什么 大家想 这什么名称叫来自 原来是猪肉 天棚 那大家可以看到 民进党就灌着搞这一套 只要民进党执政 他的相关能等 大家都可以发大财 你要发大财 第一个 你不能从政府里面捞 民进党是从政府里面捞 第二个 你不能害人家 这个苏丹红致癌 为什么致癌 他是工业用的嘛 他是工业 你把他拿来放食物 因为他颜色好看嘛 所以 那各位 我讲这东西很严重 就在这里啊 其他的公司 我一定要把名字讲出来 要不然 这个才负责嘛 就像我在讲法官 我要把名字讲出来 所以你们就是烂 就是垃圾 就是畜生 我一定要讲出来 没关系 你去告我 你们那些法官 我怕你啊 对不对 你要当民进党的狗 你就去啊 没关系 但是 这几家公司 我刚讲的 金站 加广 还有初一十五 三家了 对不对 我再讲其他六家 这六家 一家叫做釜山 韩国的釜山 一家叫广岩 广东的广 一岩两岩的岩 一岩附石的岩 还有一家叫结展 结就是一个木 下面四点 再一个展开的展 然后还有一家叫加广 一代家人的家 广东的广 然后呢 一家叫鼎信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 鼎记 一家叫鼎记 六记的记 然后一岩九鼎的鼎 然后 还有一家叫海顺 大海的海 顺利的顺 为什么要讲出来 因为你有可能 因为他们 跟他有业务关系 或者买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清楚一点 那各位你说 你讲这东西 没关系 你可以再听一遍 因为我是广播嘛 我广播 我当然希望很多朋友 你听了觉得有用途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YouTube 没关系 那我讲这个 等一下我们小编 会把这些名字写在我们的留言板 你要是说结的不顺 我请小编写在上面 你看 原来是这几家名称 我们这几家名称 有了以后 然后你就说 你就可以用来做对的 或者你把它download下来 各位 我讲这个 就跟我们自己吃的有关 很多朋友说 反正我又不吃辣 这东西不止辣 你不要上当 昨天我在东森 因为我昨天在东森新闻报 那我知道昨天上午 苏靖斌 阿斌 他现在 苏靖斌 当然是过去的老朋友 他现在在桃园 当 副市长 他的市长就是张善政 那我讲给各位听 苏靖斌 昨天在行政宴会 因为他代表张善政市长去开行政宴会 因为六都的市长可以累习 也可以做报告 那 他怎么讲 他昨天讲 我昨天就在东森讲 我说 因为我们东森在下午路 晚上播 我说其实上午行政宴会最重要的 我说中俄 昨天整个上午最重要的新闻 是这个还没有人讲 为什么呢 苏靖斌 他怎么讲 苏靖斌 他在报告的时候 他说我桃园 我现在 碰到的情况 跟行政宴讲 因为这个关系到很重大的 那苏靖斌怎么讲 他说我们现在的颜料 食品的颜料 青辣椒 青辣椒粉 我们在桃园有查出了 是PPB的苏丹红 青辣椒粉 苏丹红不是红色吗 没有错 他如果 青辣椒调了一点这样的颜色 可以比较鲜艳 那流入了我们桃园的食品公司 大概有2000公斤 光桃园 因为苏靖斌是桃园的副市长 各位我今天讲这东西都很重要 跟我们吃的有关 跟你有没有吃辣椒都没有关系 你等一下听了就知道 那青辣椒粉也掺了 4PPB的苏丹红 就是我们桃园 卫生局查到了 我们这边已经查到了 我们就行着这个沿途 查我们桃园自己这里 就查到了2000公斤 那他包括哪些东西呢 各位 他包括白胡椒 包括黑胡椒 你会不会吃黑胡椒牛排啊 还是你吃蘑菇 反正 黑胡椒用途很大 白胡椒用途很大 不吃辣的人都会吃一点 又香嘛 香气 然后第三个呢 第三个 各位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吃 盐酥鸡 盐酥鸡会沾什么 会撒什么 胶岩对不对 你会不会吃 胶岩排骨 胶岩排骨 并不辣 不吃辣的人 喜欢吃胶岩排骨 因为他有香气 然后第四种 红辣椒 你可能吃辣的 就红辣椒粉 然后呢 还有一种叫 鸡心粉 公鸡母鸡的鸡 鸡 鸡 我们心脏的心 鸡心粉就是 弄上去会比较鲜美 有点那种 有点 味素那种作用 很多人喜欢加点这种鸡心粉 那各位我现在讲了 你知道了吧 白胡椒 黑胡椒 还有 椒盐粉 然后还有 红辣椒粉 还有鸡心粉 你餐鸡心粉 你不会觉得说 会辣吗 不会啊 所以和辣不辣 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苏清彬说 我们原先 他说我在报告这个之前 我们原先认为说 整个 苏丹虹 会餐的大概就是两种 一个是咖喱粉 对不对 会去调 调咖喱粉 苏丹虹不会直接 撒在植物上 那些食物上 他是 他是调 调很多东西 他把它调进 譬如说苏丹虹调进 辣椒粉 里面又 餐一些肉桂 或什么怎么样 就他是里面的一种 他会让颜色好看 他说现在已经不是 我们所谓的辣椒粉 或者咖喱粉 而是 还有我刚刚讲的 我们桃园查到了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 联合电子报 今天马座很大 其实 我昨天就有发现了 因为这东西变成 你有没有吃辣 都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对不对 你吃个盐酥鸡 有可能 盐酥鸡要 要很多胶盐 对不对 胶盐撒一撒 哇好香喔 会不会辣 不会辣 盐酥鸡怎么会辣 不会 除非你加辣椒粉才会辣 对不对 一般硬酥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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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粉 哎呀 我们不要用味醋 我们加一点鸡鸡鸡鸩 或怎么样的 它有点鲜美 因为鸡 公认是比较鲜美的味道 用来提味嘛 各位朋友 我讲这个 你就知道事态严重 可是更严重在哪里 更严重啊 我為什麼要罵陳建仁 他不是建仁就是矯情而已 而是這個政府 讓人家看破手腳 死不要臉的 到了天下無敵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一月有老百姓檢舉 不是政府查到 那二月政府都發現說 怎麼有人把這些工業的用具 用來做食品 所以行政院長 我現在要開始罵人 罵這個讓人家搖頭叹息 領高薪不做事 每天要嗆別人 現在變成戰狼院長 可恥 每天領高薪 陳建仁 你的臉皮天下過厚 每天用那些協力 什麼頭銜出來唬人 你根本什麼都不懂 不懂又不做事 我看這歷屆的行政院長 沒有像陳建仁這麼混 怎麼差這麼臉皮厚的 每天只要有立委執行他 他就要對跟人家對槍 陳建仁2月23 各位今天3月8號 2月23立法院第一場會議 記不記得他提出了什麼 那時候要他提出了食安嘛 台中的瘦肉精啊 所以他就提出了他的報告 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以後才是行政院的施政報告 這是新國會的第一天第一場對不對 陳建仁提出什麼 民進黨政府執政8年 台灣食安問題總檢討 那這裏面檢討什麼 你知道他說台灣喔 過去有系統性的食安喔 發生在2008年到2016年 意思是什麼 都是馬航九時代啊 他說我們蔡英文商量以後 我們有食安五環啊 我們從源頭控管 重建生產管理還有加強查證 還有加強惡意 黑心廠商的責任 所以我們民進黨執政喔 食安的案件已經從系統性變成個案了 馬航九都是系統性 那現在就個案了各位 馬航九為什麼會有那些事情 因為陳水扁時代留下來的 你以為那些食品 譬如說你去 你去喝的 那些東西 勾勾 好像很濃稠 其實也是馬航九查到了 什麼時代就開始有了 陳水扁當總統時代就開始了 在士林劣勢啊 大家忘了嗎 對不對 難道馬航九一當選他們才來嗎 不是啊以前 以前沒有在查吧 今天查到的人被打死啊 今天查到的人馬航九被打死 查到的人如秀燕被罵 你怎麼可以查到 你應該給台糖15天 這種鬼混 臉皮超厚 然後自己假裝說很專業 好像A安賀普金斯大學都了不起 以後怎麼樣 然後就開始要教訓別人 什麼都不做事 而且什麼都不懂 他懂這什麼食品啊 陳建仁你有什麼專業啊 你的專業就是領高薪數鈔票 然後去砍別人 對不對 連皮厚嘛 他砍金公教那時候講了講 嘿我自己也被砍啊 我砍到剩六萬三啊 哇那記者很貼心 大家知道台灣媒體 把人家九十四平坦在掌控嘛 記者很貼心說 哇那剩六萬三啊 哇 他那時候是副總統 剩六萬三 他說哎呀過活了啦 歎息啊 我跟我太太夠活了 他就 六萬三他們很夠活了 你看那些老士官長一輩子做 他們剩兩萬多啊 陳建仁六萬三 沒關係 因為你做副總統嘛 你真的領六萬三啊 副總統卸任可以領四年的 優勾 二十幾萬 陳建仁不領 哇 很有風骨耶 哇二十幾萬他不領 他要去領六萬三 沒有 他跑去中研宴 領特聘研究員 月薪五十萬 他跟李彥哲的 月薪都一樣啊 零到死 這個不限年齡的 零到死啊 各位朋友 他只要不吃蘇丹宏 他應該可以活很久啊 對不對 陳建仁就這種 然後自己吹捧 哎呀我們 馬行九時代做很不好 盧秀燕也不好 他整個報告在罵馬行九 罵盧秀燕 一半罵馬行九 一半罵盧秀燕 所以盧秀燕 沒有給台糖十五天生戶 我一查到了 我趕快再去檢查 檢查二十二次 我檢查二十二次 發現都是有 所以我公佈了不行 所以你要給台糖十五天生戶 十五天生戶 又有多少東西要被吃下肚了 食品的問題哦 你一發現有就要趕快公告 讓大家知道 至少 吃夠的人算你倒楣 沒有吃夠的人 我告訴你趕快不要吃 當然是這樣啊 全世界都這樣 用正常的思維想也是這樣 前面我不知道 被我查到了 這東西我趕快公告 很危險哦 你說我不一定吃到 那反正我有告訴你 你不一定吃到是你家的事啊 但是我告訴你了 這個人可能有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情況就變成這樣了 結果陳建仁 那個報告非常囂張啊 那他囂張到怎麼樣 哇 哇 囂張到時候都是系統的 都是忙酒 哪是忙酒 他胡說八道嘛 我們等一下回來再講相關話題 歡迎小董真心話 所以陳建仁這個內閣就是鬼混 一個不專業不懂的院長啊 每天仗著說自己協力高 是中研院驗室 是什麼協力 完全不懂 而且不懂又不負責 小董我是 我過去跑醫藥的記者 我是練中文了 我也不懂啊 不懂我進去把它搞得很懂啊 是不是 我們本來叫不懂就一直要去問哪裡哪裡 所以我們可以寫出很多獨家 以前人家沒有注意的 簡單講就這樣 不懂你要把它搞懂 陳建仁從一 從自己一從政就認為自己是最懂 他完全不懂 而且不負責任 他每天用那個氣焰去 跟那些立委對幹 哇那很兇哇 什麼為什麼會很兇 因為設立內人肚子東西 被人家拆穿 沒有料 他只想領高薪啊 只想從政府 從他們不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裡面挖錢 他跟蔡英文的心態都一樣 拼命挖錢來花 大家看了今天就這樣啊 2月23他在立法院章一報告 大家看了嘛 哇好囂張哦 哦 讚這個讚那個 哦過去忙很久做的都爛 我們蔡英文商人以後做的都好 各位朋友 他好在哪裡啊 我老實講哦 你看這些人看了很生氣就生氣在這裡 嘴巴很會講 但是事情不會做啊 我告訴你 馬航九時代發現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以前發現了 那個已經吃了十幾年了 那怎麼辦呢 就開始查 查了以後媒體就開始賣啊 食安怎麼樣 馬航九的食安是正如查到的 陳建仁的蘇丹宏是老百姓撿起的 那請問一下你政府在幹嘛 政府過去其實為什麼 我們現在蘇丹宏哦 他是一個系統性 衛福部長謝瑞妍說這是一個系統性 他前幾天才在嘲笑馬航九 那時候系統性 所以現在我們蔡政府上了以來 有食安的問題都是個別的 都是單一個案 哦對不對 甚至包括盧秀苑這個就是單一個案嘛 對不對 謝瑞妍前幾天問他蘇丹宏 蘇丹宏 蘇丹宏 已經多少萬公斤了 七八萬公斤了 在市面上流竄 而且不只辣的東西才有 所以你今天看到他的問題 已經浮現得很清楚了 可是他還在嘴巴硬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陳建仁到處站 講他們自己做好啊 食安五安好個鬼啊 根本就不負責任對不對 大家剛剛聽小董講 那我告訴你哦 我們食藥署哦 他有個叫 食藥 暫情中心啊 邵康暫情是暫情中心 那什麼叫暫情中心呢 說我們哦 這個中心哦有AI功能 我們可以做大數據 可以去分析啊 各位我講一個簡單道理 你如果有大數據的話 那太容易查了嘛 為什麼九家公司 都在進口蘇丹宏都在同一個住址 你大數據怎麼會查不出來呢 這因為你大數據就是有雷同的 有怎麼樣他就會 會告訴你對不對 那今天是九個同樣住址 你就這九家原來是一家 原來是同一個老闆換不一樣的名字對不對 你一定會這樣想嘛 要不然怎麼可能在同一家 那 那同一支電話對不對 那不用講嘛 所以你要這樣 這個是化身九家 那我這家被查好換另外一家 一定是為了這個目的嘛 那他的 總公司我剛剛已經講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講喔 我說這些人在鬼混 就已經鬼混到匪夷手撕 可是我們整個政府毫無手絕 然後還揚揚自得去 跟立委吵架 說媒體寫的不對 歡迎 針對小董講的哪一樣不對 我從林舒芬 蘇進斌 到陳彥仁在立法院 我這些東西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那我把它爬梳了 我要告訴各位朋友 這個政府鬼混到哪裡 因為我們有食安齁 戰情中心 那時候就是因為馬振魯時代 到馬振魯第七年的時候 因為一件一件的報嘛 其實都是振魯查到了 那查到了以後 就追根溯源 那馬振魯就天天被罵 那是2015年了 2012年選總統跟立委嘛 民進黨讓 讓台大教授 莊逸昆 當部文區第一名 說我們要把關實安 這個化工系的教授啊 說自己都懂食安啊 這四年來他只有一條新聞 大家看到了 他要跟人家打架 把椅子抓起來 要砸提他的立委 大家記得吧 沒關係 那大家可以去上網 他當部文區第一名 2012年 那功勞很大 2020年 沒有了 被踢到一旁 交代都不交代 因為沒有表現啊 可是他們為什麼要弄一個 不文基第一名 要表現說你看我們都重視食安 我們找國內 台大的專家 台大有專家嗎 台大 台大有什麼專家告訴我 台大就是花國家最多的錢 齁 栽培最多讓人家看不起的教授 學生 那什麼叫學生啊 太陽花賴批人啊 我老實講啊 每天孤名調遇說我台大 噁心 我沒有看過什麼噁心的學校 到處到處去敲鑼打鼓 對不對 你看嘛 拿出什麼成績啊 各位 我們 我們的教育不公平喔 我們都是把所有的好處 給台大一個學校 全國最多土地的 從台北到南投 全部是 對不對 你看台北所有精華機 全部是台大的土地 養出什麼人 養出了柯文哲啊 柯文哲說 洪中秋被灌了8公升的水而死 台大那麼多醫生沒有人出來反駁啊 違反常識啊 什麼醫學 各位 你有看過洪中秋的屍體嗎 你有看過診斷書嗎 你有看過死亡證明嗎 通通沒有看到就是8公升 哇 全國所有媒體 哇頭條 哇台大醫生 兩點 哇 洪中秋被灌8公升的時候 我說 這怎麼可能 小董 我是學中文了 學文學的 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好歹我跑過醫藥啊 我奇怪 我有一天在節目上講 哇 那個不相信耶 他是很挺柯P的 齁 大家知道 宅神 宅神不相信耶 當場用手機Google 欸欸在這裡在這裡 齁齁新聞出現了 我說我 我不會講假的東西啊 齁齁 這是我的風格啊 小董真心話講的東西是真的 但是 我跟各位朋友講 你今天看到這樣 你真是要吐血 2015年 那時候一件一件報 馬政府就由副院長 張善政 你沒有聽錯就是張善政 那時候他當行政院副院長 那張善政的專長是什麼 他就是 電腦 AI 好這方面 他是由這一方面 的專家 所以政府把他請來做副院長 院長叫毛治國 張善政說這個我們政府 要把所有的部會所有的資訊 把他整合成一塊 所以那時候就成立了 食藥戰情中心啊 但是 這個中心的前 他前面最主要叫做 食品銀 食品啊 你吃的食品要不要安全 白銀的銀 就是銀就是 Cloud 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很多東西 就叫做銀 銀端嘛 所以我讓你說 你在科技的整合 你可以查到任何資料 零食品 查到的資料 就是從這裡來 他說我這查一查 爬書一下 我就知道 有哪些事情 那你很多單位 不同的單位 譬如說農委會 或地方的衛生局 對不對 或中央的食藥署 那可能 你在某一個 某一個 譬如說 那個 那個 科技部或什麼裡面 他也有相關的資料 你就 同樣的資料就被整合在一塊 這個就是大數據的概念 張三鎮最早做 那他做了以後 把這些東西 把它匯合起來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當你這個叫食品銀 他 可以做一些預測 譬如說怎麼預測呢 這家公司被查到了 龍海同紀被查到了 跟他同住子的還有八家 這八家我們要把它守定 他要進來的東西 我們通通不讓他進來 要百分之百檢查 對不對 這個就是大數據的功能 跟他同一個住子的 或者同一個老闆的 或者這個老闆的名字 很相近的 可能是兄弟 各位 這就是大數據的功能啊 所以我們 張三鎮做的食品 你要幹嘛 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要有個預測 預測可能喔 可能我就加緊去把關這一部分 然後第二個呢 我要從鹽頭 萬一已經到下游 鹽頭他從哪裡來 我馬上公告 欸 對不對 這鹽頭去哪裡哪裡 譬如說我們現在的政府 癱瘓到哪裡 我們 美國的 萊克豆瓣豬肉 去哪裡 不知道 你怎麼 其實是知道了 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這家貿易公司進來 你賣給 二十家的 下面的那個 這二十家又賣給哪幾家 怎麼會沒有書記 當然有啊 對不對 這當然是有 這從海關那邊進來 然後你賣給他 怎麼會沒有 都有 都有單記的 這個就是張三鎮那時候 我把這些東西全部把它中了起來 用我張三鎮對電腦的了解 對電子的那個貫穿 所以 那時候張三鎮就做了這個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他的副市長張 那個 這個阿彬啊 他在 他在行政院報告 其實也都是貫徹在這個 食品的 重要性 然後 你要追本 要睡 要受緣之外 前面你還要去預測 這就是 那時候看到的東西 那時候 他們有個口號 我聽起來 現在覺得說 這口號是加強大家的那個嗎 不是 他們的口號叫做什麼 結果我今天發現了 我希望每個單位能夠口號大家能夠記得啊 叫 灰燈不可 發現了有風險 灰燈不可 灰爆不可 地方你有 你要報上來 灰燈你要燈載在我的食品營裡面 你要報上來 灰燈不可 灰爆不可 灰錐不可 灰燕不可 要檢驗啊 對不對 然後灰雞不可 哪個雞呢 雞茶 你現在在聽了吧 沒關係 你可以再等一下再聽一遍 我的小編也會把它寫在 我們的留言板上 灰燈不可 灰爆不可 灰錐不可 灰燕不可 灰燕不可 然後我現在 弄出來 一發現 哪一個部位是可以追的 包括警察局 對不對 包括警察局 包括地檢署 趕快去查 我這東西 馬上發給你 電子的東西 等於說一秒鐘兩秒鐘 你就收到了嘛 收到發現說這個緊急 食品是緊急 各位 這就是戰情中心的概念 今天有沒有用到 沒有啊 陳建仁在那邊吹熄半天 我告訴你 很多人講說 哎呀食品戰情中心都癱瘓了 食品中心張善正 當副院長時候把它成立 然後那時候開始有很多成效 因為大家 硬做起來蠻讓 然後他們就越來越得意 你看我們比馬正魯實在好啊 因為壞的都被馬正魯抓光了 讓馬正魯天天被罵 因為你抓到啦 你看你就發現了 發現是正魯發現啊 今天警察抓到小偷 然後警察機場被叫上去立法院 痛K 去吃一位痛K 你看 你們到處都是搶劫 你們到處都是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 搶劫都是我們抓到了 不是我們讓他搶 讓他那個啊 他只要詐騙我就抓到了 他只要搶劫我 我兩個小時就抓到了 我警察機場沒有功了 我天天被罵 你看到處都在搶劫 他們搶劫我沒辦法 沒辦法讓他不搶啊 可是我有辦法讓他 一搶就被抓到 這樣就大家就會害怕 各位懂不懂 你現在要去受援啊 他為什麼去搶劫 因為 因為他家很窮啊 或怎麼樣啊 媽媽又生重病啊 那就是社會級的問題啊 對不對 那你社會級為什麼沒有照顧到 讓這個媽媽生病的小孩 不得已跑去搶劫 他可能有個背後的東西嘛 啊這個和警察機場有什麼關係 警察機場負責抓人啊 那抓到以後 你就要去受援啊 他為什麼要這樣 喔有這個 原來是一個社會問題 齁那你就 這個我們 要解決問題是這樣嘛 那今天 陳建仁把馬正如時代做了好事 統統一包攬下來 然後現在出了事情 到立法院 修理馬航九 馬航九已經卸任八年了 修理盧修院 你怎麼可以發現 瘦肉精有毒 怎麼不給台唐十五天公告 建仁啊 建仁你不只矫情 你簡直是一個飯桶啊 我講的真是 欸講欸去 等一下回來 繼續開罵馬上回來 歡迎小總真心話 大家剛剛聽我在罵陳建仁啊 看了這種噁心的行政院長 每天只想從政府裡面撈點錢 對不對 講話講那麼漂亮 齁 那其實 現在因為他是一個看守內閣 所以每個人齁 都在做全力的保衛戰 陳建仁知道自己也幹不下去了 齁他走了 所以他每天跟 立法委員齁在戰鬥 以前故意裝作憨厚叫大人哥 那現在大家已經看破手腳了 齁最近戰得最厲害 當然好幾個齁 齁大家看了王美 齁不是那個 那個管閉靈齁 看了邱泰山 其中最有名當然就是 基隆市前市長林又昌啊 林又昌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告訴各位朋友 林又昌的問題很大 林又昌又問題很大 他們 他現在有驚慌 基隆 大家看 這東岸的廣場齁 他其實 他非常清楚 市政府有地下一二三四樓的停車場的產權 土地的產權 還有一樓的產權 他本來蓋了一樓嘛 那下面最主要是停車場嘛 停車場既然蓋地下 那一樓就讓人家經營 他租給一家公司叫大日 大小的大 太陽的日 這家大日又去找了Net 那大日那時候跟市府簽約五年 這五年簽了齁 如果做得不錯 可以優先 再存購 再租三年 如果要做得不錯 可以再做兩年 那大日 因為他有經驗 他覺得我應該做不錯 沒想到 他換了我們財政部的法 所以我們 他做了五年以後 我們就跟他解約 基隆市政府就跟他解約 那解約以後 他也同意了 因為你這個法 我政府不能跟一些 放過法的或怎麼樣的機關簽約 這是我政府的那個 要不然被人家罵 對不對 這個人都有 以前都有怎麼樣 你怎麼還給他錢 你是怎麼樣 那我們有這個規定 所以大日也同意 跟市政府交接 可是大日 又把它租給Net Net是下大的陳一廠 他從二樓三樓四樓 他本來租一樓 又自己蓋了二樓三樓四樓 林佑昌就給他蓋 林佑昌那時候當基隆市長 你憑什麼給他蓋 我們那時候租的東西 叫做OT 各位朋友 什麼叫OT 就是我政府既有的設施 我租給你 期限到了 你嚴峰不動還給我 那時候他租給大日就是 一二三四樓 給你經營停車場 一樓你要自己經營商店 或怎麼樣都隨便你 但是你還給我要給我 要給我原來的情況 這個叫做 這個就叫做OT 很多人在看新聞 不曉得什麼叫OT 那 大家看 律師葉慶妍啊 他去爬書的相關 因為葉慶妍跟我也是熟識 他是以前 好龍斌時代的 華製級的局長 他說他看了一下 發現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OT變成ROT ROT是什麼 兜了那個R是什麼 我跟政府租了這東西 我在上面又增建 或者我又有維建 又修建 或整建 增加了很多東西 好那你要增加這東西 你要政府同意 ROT是這樣 要政府同意 那同意以後 你企業到了以後 這些東西全部歸政府 這樣懂不懂 譬如說我跟政府租了 最簡單的就是我在節目上提供了 台北101 土地是台北市政府的 你上面蓋了101 沒關係 70年以後 連土地 還有連這棟房子 就要歸我 這個是BOT 各位可以看到 BOT是 連施建都是由他施建 那哪ROT呢 ROT是上面本來已經有些建築 你有增建 你有修建 有補建 那為什麼叫ROT呢 因為我本來地下一到四樓是停車場 一樓我也蓋了 那你又跟我蓋二樓三樓四樓 林佑昌給他蓋了 蓋了以後 產前是誰 林佑昌沒有登記 你應該登記到市政府嘛 你應該登記給市政府說 沒有 你現在ROT 那現在登記市政府 你們到時候出位齊滿 這個是我的房子 各位懂不懂 林佑昌就沒有做 那第二個呢 他來標的時候 各位 他來標的時候齁 他是依照OT標到的 很便宜對不對 那他現在又增建了 他本來賣場只有一樓 現在二樓三樓四樓 他都加蓋賣場 他說我花了三億 你三億 那你是跟你林佑昌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可以蓋啊 那蓋了以後 他說這是我的 那這個怎麼會是你的呢 你一塊土地租給別人 別人在上面蓋房子 三年後 集滿了他把土地還你 那上面的房子是我 你不能動 各位天底下有這個道理嗎 那我這塊土地要幹嘛 三 一二三樓都被你蓋了 各位我講這個 不合理到已經幾點了 可是林佑昌不敢解釋 他現在很驚慌啊 因為他發現 這個只要到法律喔 他就完蛋了 然後有一堆律師啊 一堆他們的名嘴啊 一堆人在替他講話 我就是我那個 謝國良都民產 這怎麼會是民產呢 各位 那當然啊 大家可以看到 在對方喔 大陸得標了以後喔 林佑昌他把 委託經營的 範圍跟性質 他把它變更 就是我剛剛講 OT被他變更為ROT 那個錢是不一樣的 各位那個錢是不一樣 你懂不懂 你本來低下 經營四樓 低上一樓 一年譬如說租金 是一千萬 那我上面有個二三四樓 這邊人潮這麼多 價格沒有變啊 價格沒有變 那你政府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他最大的問題 他就是 讓廠商可以從 這邊一直增建成 四層樓的商場 那其實前台灣喔 各個政府有三十幾個 OT的案子 各個地方政府 只有基隆 是讓他OT變成ROT 那今天很多人講說 那你基隆市政務也不應該 把那個NAT的那個 把它 記為己有啊 對不起 因為基隆市政務跟NAT 沒有任何合約啊 跟他有合約是大律 大律說我要交出產錢啊 那NAT不肯啊 那NAT是路人甲還是路人椅 當然是路人椅啊 那我跟路人甲有簽約 路人椅我不認識啊 你說你要他要跟你那個 但是我不認識他 各位你懂不懂 我今天碰 你們今天碰到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不把很多問題講清楚 然後再來怪 因為謝國良是國賓黨嘛 那這種案子叫什麼 叫做託天犯日啊 那多的收入 你又蓋了二樓三樓四樓 你多的收入 市政務沒有多增加一毛 這個基隆市政務 是不是在土地NAT 所以我今天講這個問題喔 他其實 這個是一個合約糾紛對不對 你房子租給人家 結果這個房東 這個房客要把它租給別人 自己做二房東對不對 那我要來說房子 怎麼這個房客我不認識啊 那這個是一個合約糾紛 那我要找的是誰 我要找跟我簽約的人 我才有辦法對他下手啊 所以我要談的對象是大律 大律說我要跟你那個啊 NAT不肯啊 NAT跟我沒關係 我不能跟他簽 我不能跟他有任何那個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本身就沒有合約嘛 那所以你今天 才可以看到整個錢因獲果啊 就是林優昌在基隆市長任內 發包興建 發包是他OT包給別人 興建變成ROT 那也是林優昌時代 然後市政府沒有多出一毛錢 那你這個案子要怎麼辦 它其實很簡單啊 你隨便一個檢察官就可以辦了 去告林優昌嘛 你這個是很標準的圖利 你怎麼會同意他在上面徵件呢 對不對 你同意他徵件 你也給他花了執照 可是他沒有產權 你給他花執照 你的土地上面給人家蓋 你自己也同意 那你為什麼沒有登記到自己的 基隆市政府的名下 所以喔 你今天可以看到了 就是廠商能夠做大 其實就是林優昌市府那時候在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情況 他的 因為 停車場跟商場的委託經營 錢利金的收取方式 還有廠商的投標條件 他是絕對不一樣的 對不對 因為他的收入跟他的面積絕對是不一樣嘛 所以停車場跟商場的委託經營 由正如來委託經營 他錢利金收取當然會是不一樣啊 那投標條件也不一樣啊 你以前有沒有經營過 你是做停車場的 然後說我停車場我會經營啊 可是上面一樓我不能做停車場太不划算了吧 所以我又把它租給內特 那你內特 你要租給內特可以沒問題 那你在上面針見當然有問題啊 所以我今天講 這個問題他是非常單純 大家在那邊講東講西 那些都是圖 都是花錢秀腿啦 聽小董的就對 今天謝謝收聽